1929年是中国在经历了清末明初的大乱之后 第一个形式上取得了统一的一年 7月7号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中外不平等条约 颇有一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味道 然而7月10号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以及此后事件的这个走向呢 让中国人民认识到想实现站起来的梦想 还有相当一段坎坷之路 中东路指的是中东铁路 1896年俄国从这个前秦政府中取得了 衡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 1903年一条宽轨铁路终于修复完成 俄国人得到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的地带 行政管理权甚至是司法管理权 得以方便地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在东北的新藏地带出现了一个远比普通租借规模 庞大的多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 列宁领导的新政府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 不受任何报酬 但是列宁去世之后呢 斯大林又提出中国必须出资 并得到苏联的同意 才能够赎回该铁路 苏俄的这个态度让少帅张学良是异常愤怒 1929年7月10日 张学良决定发难 中方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的管辖权 解除铁路局管理层的这个苏方人员的职务 并遣送他们出境 逮捕了苏方的200余人 同时强行关闭了苏联驻哈尔滨的一切外交和商务机构 17日 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 8月19日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就发表了对中东路事件之感想的演讲 他提出 中东路事件是苏俄以政治力量与主义方法侵略中国不成 而施行的武力恫吓 蒋介石还说 革命政府不为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所屈服 大家要团结一致 准备一切 势必废除不平等条约 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力 1929年10月12日 中苏之间爆发了滕江战役 随后苏军先后占领了满洲里海拉尔 东北军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 苏军被击毙143人 失踪4人 受伤是665人 12月22日 中苏代表在伯利签署了中苏伯利会议议议书 这份议议议书是一份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东铁路恢复了7月10日之前的原状 双方尊重1924年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的共同管理原则 中东路事件 以中方的完败告终 斯大林完全继承了沙俄的帝国主义政策 电池 电池